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还为这件事情发了一条微博 因为真的太感慨了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有人羡慕我 羡慕我人生开挂 羡慕我拥有很多 十一二岁 离开家到外地求学 每次离开家都要从家里骑车到镇上的车站 坐两个小时的车 晃晃悠悠到市里 然后背着行囊转乘公交车到学校 刚进校门就看到同学的家人开车来送他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 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当时穿了一件紫色的毛衣 那时候没人会觉得我的人生跟开挂有什么关系 毕竟我是那种普通话都说不好的 体育课都没有运动鞋穿的女生 十四岁 我勉强考上了当地不错的高中 结果进班成绩就垫底了 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 这里的人都太厉害了 到底怎么样才能脱颖而出考上北大 同桌说我 要啥没啥 心气还大 那时候我的人生和开挂也没有关系 十七岁考上大学 四年大学期间 我的体重一直保持在120斤以上 大三十的小男友逢人就说 我人很好 生怕别人看不到我的优点 是啊 那个时候我不漂亮 成绩不好 整个人处于无缘北大的颓丧当中 对生活一点劲也提不起来 那时候不会有人觉得我人生开挂 二十二岁 我毅然决然辞职考研 在北大东南门租了个破房子备考 冬天的晚上 睡觉前把鞋放到暖气片上考 醒来之后一摸还是凉的 夏天就闷得浑身起循玛疹 那时候觉得自己前途灰暗 全靠做梦 彼时彼刻 绝不会有人跟我说 我人生开挂 二十三岁误打误撞去参加选秀节目 第一轮比赛差点被淘汰 朋友说 这一行根本就不是我应该来的 于是自己蹲在楼道里 哭到手脚发软 被人发现以后 还假装是被别人的演讲感动了 那时候 开挂这两个字也离我好远 二十六岁毕业创业 公司要搬家 我不舍得花钱 就自己组装桌子 用手一颗一颗的拧螺丝钉 下班回家走在路上 觉得人这一辈子 怎么那么长 怎么熬也熬不完 北京的人怎么那么多 哪儿哪儿都是人 路灯怎么那么亮 怎么躲也躲不开 世界那么大 到底我会落在哪儿 那时候有人跟我说 开挂 我觉得是个笑话 说来说去都是鸡汤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 自己人生开挂 人生处处有难强 随时准备头破血流 有时坡底 有时坡风 坎坷是坎坷 曲折到也曲折 可人生 就这么一条道 向上或者向下 不管在什么点上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的选择是 向上向上向上 我真的很努力 一直觉得自己努力的原因是 什么都没有 单枪匹马 毫无依仗 只能自己拼出一条路 到后来 当我拥有了一些 别人羡慕的东西 车子 房子 事业和自由 我仍然拼 随时做好准备 失去一切 我跟自己说 反正你已经拥有这么多 怎么折腾都能活下去 还有什么好怕的 原来我努力的动力 从来都不是为了拥有什么 我从不怕苦 我怕自己死于一事无成 年少时我做过岔生 上大学的时候也是 庸庸碌碌碌 在那些毫无追求的日子里 我外表平静 但是内心一直都在翻腾 我觉得生命不该这样 默默无闻的逝去 青春也不该这样 风平浪静的衰退 我要的是波澜壮阔 要的是波涛汹涌 要的是起伏跌宕 要的是热闹轰动 那时我的QQ签名上写的是 我是一座火火山 随时爆发 人生走到低谷时 我最喜欢看励志书 许多人比我聪明 许多人比我漂亮 许多人比我家境好 还更努力 许多人比我有天赋 还更自由 许多人比我幸运 我从未羡慕 也没有羡慕的资格 我只是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 你看那些看起来 比你更弱的 更差的 更笨的人 他们最后都做到了 我不一定能够成为他们 他们也没有证明 弱小和成功之间 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们只是证明了可能性 如果只有一点点可能 你还愿不愿意付出 敢不敢去努力 我愿意 所以我从未停止过 探索更多的人生可能 你问我是否觉得辛苦 其实努力不辛苦的 真正辛苦的 是无望的坚持 如果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路 通向何方 更不懂得正确的走路姿势 那他的每一步都是难的 每一次坚持都是痛的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 要走向哪去 怎么走 就根本不会在意 自己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汗 这一点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发现的 那时候我每天早上 几乎是整个女生宿舍楼里面 起得最早的 冬天天还没亮 我就奔出宿舍楼 去教学楼旁的小亭子下面 背英语单词 晚上我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筒做题 担心宿管阿姨发现了 给班级扣分 我每天都兴致高昂 充满希望 那是因为我知道 成绩进步的秘密 所以我也能理解同学们为什么痛苦 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不知道每天做一道题目的作用是什么 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会觉得前途遥远 步步为难 所以你看 其实努力不辛苦 如果你会努力的方法的话 在这本书当中 我总结了所有我的实践过的努力的方法 这些都是我人生某个阶段 起到重要作用的 我把这些方法按照做事的环节 分为了六个部分 首先是目标篇 在这一部分 我写下了定制有效目标的方法 其次是策略篇 在这一部分主要分享 我实现目标的方法和策略 然后呢是执行篇 这一部分我写了高效执行的秘密 包括如何及时开始 怎么保持专注 以及如何长期有效的坚持 接下来是心态篇 心态是努力最大的动力 在这部分 我写了自己如何保持自信的状态 以及克服焦虑的方法等等 然后是社交篇 作为一个内向的人 社交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损耗 在这部分 我分享了有效的社交策略 最后就是学习篇 学习能力是一个人逆袭的最佳武器 在这里我分享了学习的方法 刚才我说的那些 就是整本书的主要内容了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把有限的资源 通过合理的安排 发挥最大的作用 是的 我拥有的东西很少 一点点可怜的才能 一个帮不上忙的家庭 不占优势的外貌 时间有限 精力不多 没钱 没事 但是我会让这些东西 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去做天大的事情 别把宝贵的时间 浪费在有用的事情上 有两种人喜欢说 慢慢来 一种是心里没数的人 当他看到周围人 进步都很快的时候 会安慰自己 慢慢来 不要急 一步一个脚印 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 高瞻远瞩的能力 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与其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不如说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 想到什么 做什么 另一种呢 是心里有数的人 这种人知道自己的目标 和路径 有属于自己做事的 节奏和速度 全心全意地 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奔跑 因为知道自己 在做的事情 到底有什么意义 所以并不会被周围的人影响 第二种人 当然是少数的聪明人 第一种人 就是伪踏实人 踏实是个好品质 但是有时候 我们赋予了他的赞美 隐藏了问题的本身 许多人就在这种思维之下 踏踏实实 做了许多无用的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 都是当下最值得做的事 产品质量管理当中 有一个法则叫做重要少数法则 这个法则是由质量管理专家 约瑟夫朱兰提出来的 他的名字有点长 我们就叫他朱兰好了 朱兰认为 大多数品质不良的问题 能够形成 可以归因为重要的少数 其余的小瑕疵 才是属于不重要的多数造成的 所以我们在处理质量问题的时候 应该先处理重要的少数 他用大量的统计分析证明 在发生质量问题的时候 20%的问题 是由基层操作人员的失误造成的 但是80%的问题 是由领导者造成的 而80%的领导问题 又是在20%的重要环节上造成的 这就是质量管理当中的二八原则 这个原则对我的人生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每次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刚开始大家总是漏洞百出 比如那时候我去参加超级演说家的比赛 发现自己从发型到着装 从演讲气场到演讲内容 通通不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会做出两个选择 第一个 告诉自己 慢慢来 先从发型开始改变 再改变着装 再去抓演讲内容的质量等等 第二个 抓虾 手忙脚乱 但其实这两个选择都不够明智 当你方方面面都在崩塌的时候 你应该静下来想一想 接下来的经历到底花在哪儿 才能够有效地解决大多数问题 我当时的选择是 改变内容 自己说话的节奏还不错 加上好的内容 还是有取胜的可能性的 果然内容改变之后 大多数问题都被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 不影响大局的瑕疵 人很容易落入一个 只要有用的陷阱 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 只要有用 不管是能够提升生活质量 还是工作效率 就值得去做 你会很容易陷入 努力的沼泽当中 无论怎样努力 都得不到想要的收获 有用不等于值得 我在非你莫属上 遇见过这样一个选手 考研 考公务员 考事业编 考了两年 结果都没有考上 当主持人问他 浪费了这两年 是什么感受的时候 他说 这段时光也是很有意义的呀 并没有浪费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所以觉得值得 可是不能有一点收获 你就觉得值得 不管多么错误的事情 人类都能够 从中思考出意义来 但如果没有做 这样错误的选择 我们本来可以收获的更多 所以值不值得 要把机会成本考虑进去 我也曾经落入过这样的陷阱当中 大学期间比较迷茫 觉得自己处处不够好 处处都是问题 所以总是盲目地要求自己去关注很多信息 我的电脑里面收藏了许多新闻网页 从政治到娱乐 从经济到军事 仿佛每天看到这些 就可以打开所谓的格局 拓宽所谓的眼界 我还要求自己去学很多东西 寝室的墙上贴着 要学英语 但其实也不知道 学英语的目的是什么 要求自己读书 可是读书的范围也不确定 在图书馆只要看到好书 我就觉得对自己有用 借回来之后乱看 并没有形成什么知识系统 毕业以后才发现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做 能够改变未来命运最关键的20%的事情 没有做 那就是去寻找未来的职业方向 我应该多去尝试 了解和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选定未来的职业道路 为自己的选择做充分的准备 这个问题遗留到了大学解决 其实已经很晚了 然而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 去做重要的事情 我邀请过一位成功的职场人来做讲座 他是一家世界20强的跨国公司的高管 说到自己的大学生 他说从大二就开始搜集各种求职信息 去接触学长学姐 了解到一些行业和职位的情况 最终结合自己的英语特长和专业 锁定了几家外企 充分的研究这些企业的招聘要求 大四一毕业 轻轻松松就从上千名应聘者里脱颖而出 为什么你的努力和别人的努力总是有差别 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它重要的20% 二八原则告诉我们 80%的成果都是由20%的努力产生的 如果能够抓住关键的环节 就可以更少的投入收获更大的回报 这并不是教大家怎么投机取巧 我们只是在追求有效 人的专注力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 这件事我会在这本书当中反复提及 一直到它成为你全身每个细胞都记住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有节制的 更专注的努力方式 去追求更高的效率 追求有用功 带着这个思路去做事情 就能够排除那些不重要的事 甚至排除很多根本就不必要的事 我来举一个具体操作的例子 昨天呢 我的公众号后台有粉丝提问 他说 自己的性格很懦弱 总是被别人欺负 就连刚来的新人也看不起他 人际关系让他很苦恼 雪上加霜的是 他的业务做得也不够好 加上又不太会说话 导致领导也不喜欢他 这一切都导致他很自卑 他问我 应该怎么去改变自己的性格 是不是应该去学习一下沟通和表达 我说 不要轻举妄动 你先分析一下 在这些问题当中 性格懦弱 跟同事处不好 不会说话 业务不好 领导不喜欢 自卑苦恼 哪个部分是关键的百分之二十 解决哪个部分 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的百分之二十 是把自己的业务能力提高 只要把自己的能力提高了 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当中的百分之八十 就可以增加自信 得到同事跟领导的尊重 如果你天天去讨好同事 那就南辕北辙了 所以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是关键问题的时候 要把通往目标 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全部都列举出来 问自己 是哪些问题导致了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其中的哪一些问题 是你认为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 是否可以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 通过自问自答 签订其中关键的部分 然后在这百分之二十的领域当中 投入专注的卓绝努力 去得到百分之八十的收获 改掉只要有用就去做的思维 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只做三件事 我应该做哪三件 如果只做一件事呢 这一件对促进解决其他问题 是不是有用的 我们这辈子都在和问题打交道 一堆问题向你涌来的时候 你必须识别出关键的问题 一堆事情要做的时候 必须确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拥有这种思维的人 才能够赢得更快 二十几岁的你 一定要想明白这三个问题 一开始 我对去大学做讲座充满热情 因为我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 我太知道他们的困惑了 对于如何度过这段时光 我太有心得了 但是逐渐的我开始觉得 其实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我有答疑解惑的耐心 可是他们未必有解决问题的耐心 即便得到了答案 他们还是会翻来覆去地问 只问也不行动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困惑的问题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 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 人活着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久好久 小时候躺在妈妈身边睡不着 会想着和妈妈的相处时间 在一分一秒的减少 他每呼吸一次就过去了两秒钟 那么他的余生和我的余生 就减少了两秒钟 我们离彼此的死亡 又接近了两秒钟 顿时就变得焦虑起来 那时候才十岁出头 在外地求学 轻易不回家 我和妈妈一个月只见面两天 所以与她相处的时间 真的是太珍贵了 我有时候会愤恨 老天爷派我们人类到世界上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让人活着 就是为了让人遇见爱 然后再遭受离别吗 我大学四年都像一个幽魂一样 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在哪里 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偶尔看到一个优秀的人 一个名人 或者成功的人 就会把他们的样子 当成我的梦想 直到真正去实践 才发现不现实和不合适 好在我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所以虽然焦虑 但是不至于惊慌 我们大部分人 二十岁之前的人生 只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考试 学习根本不是学习 读书也不能称为读书 在学校的全部生涯 就是考试 考试和考试 老师不会带你去看大自然 不会给你讲道理 他们只会告诉你知识 以及正确的答案 在上学期间 我们拼的是 谁能够快速解题 谁能快速地找到 那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没人问过你喜欢什么 可能你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除此之外 你也一无所长 你被安排着学习一切 又被训练着 去模仿老师找答案 所以当你突然 从那一道门脉出来 看到选择 看到大千世界 一下就迷茫了 迷茫是正常的 考上大学 选个专业 并不是人生定向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要花很长时间 去自己探索和寻找答案 我到底要做些什么 而许多人之所以浮躁 就是因为他们在 刚刚拿到这道题目的时候 就想要一个答案 就好比上学的时候 他们只要看到一道题 不会做了 就想着往后翻几页 可人生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 甚至有些人连题目是什么 都没搞清楚 只能自己耐心地去想 去看 我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有三件事情需要做 首先承担责任 例如赡养父母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其次呢 是实现自我 人有实现自己能力的需求 我们必须感受到 自我价值才能幸福 我有许多梦 也有一些闪光的才华 更有许多不着边界的想法 所以我要找到属于我的麦田 挥洒我的汗水 彻彻底底完成自我实现 再次 余力造福于人 一定要学会给予更多 给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奉献是会让人感觉到快乐的 这三条就是我的人生秩序 它不是绝对正确 但是符合我的性情和价值观 所以当我选择的时候 会按照这三个标准 从上到下去考量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一切就有了答案 如何实现自我 未来找到的那件 能够让你充分绽放的事情 无非就这三种 你喜欢的 你擅长的 你眼下拥有的 听起来挺简单的 但是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能接触到的机会是什么 这够一个年轻人 去想好几年的时间了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困惑的第二个问题是 不知道怎么做自己 朋友跟我闹矛盾了 我该怎么办 去道歉 回头又嫌弃自己 刚到底 又觉得自己 很没有气度 类似这样的问题出现 都是自我比较模糊的 一种表现 我们不知道 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被社会的观念绑架 被父母的看法干扰 被朋友和周围人的 目光所挟持 对自我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又不够欣赏 和喜欢自己 于是这一切的犹豫 都变成了自我嫌弃 记得上学时候 朋友很喜欢聚餐 每每这个时候 我总是来回摇摆 其实我不想去 一方面我不喜欢在社交上 花费时间 另一方面 每个月生活费就一千多块 吃一顿饭可能就要花去 十分之一 不过呢 我不好意思拒绝 一方面我莫名其妙地认为 社交是有必要性的 另一方面 我又不想扫兴 后来我问问自己的那些 你是不是真的很需要社交 我读了很多书 确定了一个答案 那就是需要 不是因为功力 而是因为和周围人的联系 是你确定自己存在感的方式 和幸福本身有关系 所以不要盲目地 被朋友圈的鸡汤文所煽动 放弃了所有的社交 但是这个社交需求 是不是只有通过聚餐 才能够满足呢 并不是这样的 我有其他的途径 可以和亲朋好友去亲近 一个人只要不经常和朋友聚餐 就不配拥有朋友 没有谁会认同这句话 一旦解决了内心的这个冲突 我立刻会变得舒服起来 当接到聚餐邀请的时候 我会盘算一下 自己手头的任务 和当月剩余的生活费 条件允许的话 我就开开心心地答应 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就果断地拒绝 并坦然地祝大家玩得开心 认识自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要看很多书 从书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 解释自己解释不了的事情 认识自己没有认识到的那一面 你还要细心地观察自己的情绪 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应该怎么做 这太难太难了 非暴力沟通 这本书里讲到 人与人的交往当中 人起码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讨好期 第二个阶段是独立期 第三个阶段是平衡期 任何事情只要分为了三个阶段 就会显得很有道理 当然确实也有道理 我们的成长期总体呢 也可以分为类似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听话期 第二个阶段是挣脱期 第三个阶段是自由期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人是处于第二个阶段 寻找自我的一个挣脱期 我们想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然而这个声音又不够明朗 好孩子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听话 那听谁的话呢 听爸妈的话 听社会标准怎么说 而当你不想听话的时候 你就走到了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候的你矛盾 困惑较劲 这些都是必然会经历的过程 走过这一程 就能够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 一切选择都是我的选择 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感觉舒服 对自己全部接纳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困惑的第三个问题是 不知道怎么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理工科的学生 并且在985院校就读 他的专业 抱歉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太搞懂 叫做信息技术与工程 好像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 但是听上去又很广泛 我确实不知道是学什么的 我这个学信息技术与工程的朋友 他的梦想是做音乐 但是第一 他在音乐方面并没有展露出什么天分 第二 他确实也毫无经验 并且现在学习的专业和音乐相差甚远 毕业的时候呢 他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跟我诉说了内心的不情愿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他喜欢音乐 我才发现 他的歌单里有许多 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歌 并且他能够详细地说出 每一首歌的风格 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你的梦想呢 他说 你为什么忽然变得这么幼稚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怎么可能 音乐这条路很难走 成功率太低了 我说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问你 在校期间你参加过学校的音乐节吗 你尝试过写歌吗 你学习了一些音乐的相关知识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的回答是 没有 没有和没有 我叹气 然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我说 你不配把音乐成为你的梦想 我参加完超级演说家这个节目之后 就会有人一直在问我 如何才能去参加这个节目 我一般会问对方 你去超级演说家的官方微博留言了吗 发私信了吗 你关注他的公众号 看招募信息了吗 甚至你从地图上 就可以查到这个节目组的办公地址 你去过那里试试看 问一下吗 通通没有 人已经懒惰到了这种程度 他有一个梦想 却连实现的方法都要去问别人 连动动手指都不肯 我告诉我那个有音乐梦想的朋友 我上大学时的一个师兄 他是怎么做的 他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 喜欢音乐 所以努力地成为学校和尚团的指挥 自己写歌 自己去找录音棚录制 然后上传到音乐网站 到现在已经有了二十多首自己的作品了 读研究生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师兄 同样是法律系的 喜欢音乐 他写出了我们法学院的毕业必唱曲子 现在在北大做音乐老师 他们才是把音乐当成了梦想 将来未必会成为歌星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 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 以及自己是否适合去做 即便那个答案是根本不适合 他们也是拥有答案的人 而不是拥有遗憾的人 更何况每条路上都有许多人 每一条路都很长 我们大众看到的仅仅是最前面的几个人 比如说到唱歌 你首先想到的是谁 然后你可以伸出手指来数一数 有超过十个人吗 以前我一直觉得做音乐 当演员 做主持人这种道路不靠谱 因为那些道路上的成功 好像和运气资源的相关性很大 但其实每一行都差不多 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就那么些 学法律的 从大学毕业以后 成为普通律师的人也很多 所以学了唱歌的人 没有成为歌星 只是成为了一个普通的音乐从业者 也非常正常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可能只是在婚礼和丧礼上唱歌 但他们可以养活自己 以唱歌为生 这也是音乐从业者 我们下意识地把追求音乐梦想 等同于追求当明星 所以我们认为成功率很低 在非你莫属上 面试过一个想做歌手的农村小伙子 唱歌一般也不会跳舞 更没有创作才华 只是长相还算好看而已 现场所有老师都劝他 放弃自己的梦想吧 不会成功的 老了会很悲惨的 这时候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大多数农村小孩出去打工 一年下来可以赚到五万块钱 算不错了 但是在酒吧唱歌 他可以月入一万 也就是说 即使他人到中年唱不动了 没有人为他的歌买单了 他也可以赚到一个普通农民 一辈子才能够赚到的钱 他并没有选错 所以好多梦想 本来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凶险 你大可以放下忧虑 放心去追求 不用辞职 也不用做那种悲壮的放弃 就像我说的 从尝试开始 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和坚持就可以了 但是有太多人过于着急 他们想的是 现在的自己和最后成功的那一刻的距离 因为觉得这中间的路太远了 所以懒到连上路都不肯 等他们老了 大概还要嘲笑一下当年自己的幼稚 做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到底如何去实现一个年轻的梦 如果你想修建一座城池 就从搬一块砖开始 如果你想挖掘一片大海 就从捡一粒沙开始 如果你想搬动一座大山 就像鱼工那样 从劈开一块石头开始 弯下你的腰 在走一条花路之前 走你的水路泥路坎坷不平的土路 别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去吃二十多岁的苦 为什么你制定的目标从来完不成 每个新年来临的时候 都会有一堆新年目标 发布在朋友圈里面 要考研 要减肥 要学习英语 要每天读一本书 要看一百部电影 这些目标最后一个都不会实现 于是明年重复 为何你的目标经常实现不了 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自己的执行能力 是我太懒了 我不坚持 我不努力 但实际上出问题的 是制定目标的能力 我也是最近两年才发现 大多数人对于时间没有概念 没有人不会看表 但是很少有人对时间有感知力 之前我遇到这样的一位求职者 他说自己啊 两年之内换了一百份工作 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 几乎三天就要换一份工作 才能够做到两年一百份 更让人生疑的是 他的简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其中有一份工作超过了半年 这意味着他一天或者半天 就要换一份工作 才能达到他说的数字 然而这不可能 一天半天呢 面个室还差不多 到最后求职者也没有解释 明白这个数字 我还见过一个求职者 说自己啊 一年读了三百本书 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他是真的觉得 读三百本书是很正常的 否则他不会这样 明目张胆地撒谎 面试官让他说一说 最近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他又说不出来 很明显没有读过 如果对时间有正确的感觉 就会知道 真正用心读书的话 一天读一本书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只是随便翻一翻 除非你看的是一本 很薄的小说 并且只看书 不做任何的笔记 之前就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闹过这样的笑话 在微博上吹牛 说自己大学四年 看了两万本书 这就意味着 他一年要读五千本 一周要看一百本 一天要看十四本 真的是说谎 都不带打草稿的典范 后来我想 可能是他做过 读两万本书的计划 之所以有那么多 离谱的计划 是因为首先 对自己要执行的事情 你根本不了解 那些做读书计划的人 都不怎么读书 他们不知道 读一本书的时间 大概是多长 就好像有些人 立志 一周我要减重二十斤 因为他们不懂得 减肥的原理 所以不知道 掉一斤肉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其次 他们对时间也没有概念 一年的时间并不长 起码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 一年他真的干不了那么多事 我每次想要定一个年度计划的时候 都逼自己 把年度任务分配到周 发现一周 根本不可能做完那么多事 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 就会放弃一些不合理的任务 再一个 就是对自己的执行能力不了解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预设的时间 都是极高效情况下 所花费的时间 根本不会算上自己拖延 以及不专注所浪费的时间 以上这些因素 便共同造成了目标完不成的悲剧 所以每一年 别人都在定目标的时候 我一直在收缩目标 我在定目标上 最大的经验就是 少定点目标 首先你的目标真的不能太多 而且目标之间需要保持统一 很多人定的目标之间是冲突的 又要减肥 又要读书 又要学英语 又要考研 还得保持一些生活乐趣等等 这些都是互相冲突的目标 人生已经有许多平衡的命题了 可能花费一生 也无法掌握其中的诀窍 比如如何平衡 家庭和事业 你还要再增加许多矛盾的目标 造成的结果就是 越多冲突 越多迷茫 要减肥 就不要考研 要考研 就不要减肥 否则你会变得 一点行动力也没有 做这个不行 做那个也发慌 勉强把所有的事情 都往前推进了 但是通通又做不好 还是那句话 毕竟你的时间 精力 意志力 都是有限的 很多成功人士 真的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天生就自制力强 干什么都成功 奥巴马能够成功当选 美国总统 但他总是戒烟失败 成功的人懂得 去选择目标 集中精力 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只要集中完成 一个目标就行了 千万不要把目标 捆绑在一起 再就是把你的目标 分解为关键结果 就可以看出 是否有可能实现 在定目标的时候 不要总是盯着 自己的目标看 要盯住实现目标的步骤上 比如说 有些人减肥 特别喜欢把模特的照片 打印出来贴在墙上 或者是放在电脑的桌面上 激励大师 都喜欢跟人说 你要把你想买的车 贴在你家的墙上 这样有朝一日 你真的能实现梦想 我本人就是这种 励志型的高手 高考的时候呢 我的抽屉里面 塞满了励志书 打工的时候 我会天天上 看房软件上去看房 选出一套喜欢的 我甚至连如何装修 都想好了 这样盯着目标看 确实是有效的 它会让人充满热情 充满动力 让人行动起来更积极 但是呢 也会带来一种恶果 就是减弱了你的行动力 你会把看到目标时候的那种激动 偷偷代替了自己的行动 你什么都没干 但是看到目标 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 这就是你常充满动力 却没有行动的原因 因为励志本身 就已经让你很爽了 更好的做法是这样的 以前我经常看着房子 想着自己一定要努力 我要给我妈买这套房 现在我不这么干了 现在呢 我会把买套房 需要做的事情 总结成几个步骤 然后我在看这套房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起来 自己列出的步骤 如果说我要在两年之内 买到这套房子 那么我必须在各个阶段 达成的关键结果是什么呢 什么是关键结果 就是这些结果实现了 目标就实现了 比如说买套房子 就必须要当上主管 当上主管 我就需要把手头这个项目做好 让老板对我满意 所以看到房子的时候 被提醒的不只是目标 还有必须达成的关键结果 这样就会增强行动力 而不是减弱 因为你看到的目标 不只是激动 目标还在一遍一遍地提醒你 必须做到哪些事情 把结果分解为关键结果 还可以看出目标 到底是否可能实现 我前两年定目标 说自己想在一年内 把公司收入做到一千万 当时还暗暗想 一千万也不多 去年做了个五六百万 今年起码要翻一翻吧 只要还有时间 就有人类的想象空间 在想一件事的时候 常常觉得不难 所以特别敢想 但是真的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 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结果 都不是你在预期的时间内 可以完成的 如果想要一年内做到一千万 一个季度 起码要做到二百五十万 一个月要八十多万 而三个月过去了 我只做到了一百多万 凭什么觉得自己能 在未来的九个月之内 做到九百万呢 不分解 不知道自己的目标 定得有多离谱 再有就是 目标要兼具 但是千万不要太遥远 越遥远的目标 越完不成 把五年之后 公司上市作为目标 就不如把三个月赚一千万 作为目标号 你可以有长期的计划 但是如果只有长期的计划 会很容易完不成这个计划 因为计划越遥远 出现偏差的概率也就越大 心理学有一个实验 大概是这样的 心理学家布置了一个任务 让一组实验对象 从下周就开始进行 这个组给任务规划了 82个小时来完成它 心理学家告诉 另外的一组人 你们一年之后 再做这个任务 然后这个组 给他们的任务 只规划了60个小时 眼下在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比较理性地 去评估它的兼具程度 会给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 但越是未来的事情 我们规划的时间就越少 好像对于未来的时间 有一种错觉 总觉得事情在未来 会更容易完成 这就是离你的目标越遥远 你的计划可能就越离谱的原因 但是同样 目标太近也不好 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 也会让人没有动力 反复尝试之后我发现 最好的时间长度 是以季度来进行的 季度计划既不遥远也不短暂 一年四个季度清清楚楚 让你觉得有希望马上完成 但还是要等待和期待 对了 还有一个小技巧啊 制定目标的时候 仪式感越强 对目标的忠诚度会越高 仪式感和忠诚度的关系很微妙 入党宣誓 公司年会都会提升 你对组织的忠诚度 这个也是我自己开了公司以后 我才会发现的 以前我不是很明白 公司耗费大量的金钱开年会 难道只是为了让员工开心一下吗 其实这些会提升员工 对于公司的依赖和忠诚度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每次制定目标任务 都会认认真真开一个季度会议 虽然我自己本身 不是什么有仪式感的人 有仪式感的目标 你会看得更重要 对于这些目标 你也会更忠诚 以上就是我制定目标的经验 掌握这三个技巧 就足够制定出合理的目标了 别让你的目标 从开始制定的时候就失败 想错比做错更可怕 因为事情一旦想错了 就不会实现了 你拥有的那些正在毁掉你 说一个我看过的故事啊 一位富有智慧的老师 想向自己的学生解释 为什么有的人会过着平庸 而又普通的生活 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 拜访了这个村庄里最穷的一家人 这户人家有多穷呢 一共八口人 每个人都面黄肌瘦 头发烹乱 他们住在全村最破的房子里 屋子的墙角处堆满了垃圾 屋顶甚至水 全家赖以生存的唯一财产 是一头奶牛 老师呢 带着学生在这户人家 借宿了一晚 第二天离开的时候 他带着学生走到奶牛身边 把牛杀了 没有给任何的解释 对于学生们的质问 他也不予回应 于是学生们就愧疚难安地 回到了城里 刚开始 学生们都担心 这家人会饿死 但是慢慢地就淡忘了这件事 老师呢 也不再提起 直到一年之后 老师带着学生 故地重游 又来到了这户人家 令人惊讶的是 这户人家 已经摆脱贫穷 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他们穿着整齐 笑容洋溢 昔日的破房子 变成了新房子 原来啊 牛被杀死之后 他们先经历了绝望 那头牛毕竟是 他们生存的全部希望啊 也是他们赢得 邻居尊重的原因 奶牛被杀死以后 他们走到了绝路 他们意识到 必须去做点别的事情 否则处境会越来越糟糕 于是他们在房子后 开辟了新地来种菜 甚至出去售卖 慢慢的日子就过得 越来越好了 有没有被戳中的感觉 这正是许多人 仍过着平庸生活的原因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失去了奶牛 搞不好全家都会饿死 但更现实的是 除非破釜沉舟 置之死地 否则我们的生活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会被偏见 恐惧和借口 绑架着行走 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 许多人之所以选择创业 都是因为无路可走了 弯在码头的创始人 叫张建和 他原本是青岛人 22岁的时候 在青岛一家医院 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男人呢 是泰国华侨 因为家里贫穷 打算长期留在青岛发展 于是两个人 欢欢喜喜地结了婚 并且生了两个女儿 没想到几年之后 丈夫抛弃了 张建和回到泰国 并且那边也有了妻儿 张建和寻亲不成 又没脸回到青岛 便带着女儿 留在了香港 之后的故事 就这样顺理成章了 为了求生存 张建和从一个 推着手推车 卖水饺的女人 成为了 湾仔码头的创始人 完成了 从零到六十亿的过程 董明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说到过类似的经历 她自曝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是丈夫去世 并且表示 如果说丈夫还在世的话 绝不会同意自己来诸海打拼 自己也不会走上 现在的这条路 1984年 丈夫去世之后 骨子里不愿意依赖别人的 董明珠没有选择再婚 而是选择了 独自抚养孩子 六年之后 她辞去以前的工作 孤身一人来到珠海 加入格力电器的前身 珠海海力空调气场 成为了一名业务销售员 那个时候她36岁 加入格力电器的 这一个决定 彻底改变了 董明珠的人生轨迹 这些人并非天生会成功 他们能够打拼成功 都是因为生活中的 奶牛被杀死了 我有一个朋友 想从公务员系统里面 跳出来 却迟迟不赶 她已经36岁了 留在系统里 没有什么发展 收入也不高 所以经常跟我抱怨 就这样足足抱怨了五年 仍然没有做出决定 她害怕不稳定 害怕生活质量下降 也害怕失去公职人员 这个身份会被人看不起 前段时间又跟我说 作为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 很后悔当时没有奴把力 考到司法证书 如果当时去做律师了 可能过得都比现在好 我鼓励她 去考一个吧 她说算了吧 年龄大了 冒不起风险了 我说你不辞职 也可以考啊 她答应了 但是回头 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 我让她计算一下 到退休之前 她到手的收入是多少 最终得出结论 再辛苦工作个三十年 就可以拿到三百万 我说 这就是你的余生 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时间 还可以变现出三百万 她很惊讶说 从没有想过 只有这么少 总觉得自己 还有机会挣很多钱 总觉得自己还能报复 总觉得自己还能够再买一套房子 总觉得自己还买得起 自己想买的东西 但是真的计算一下 原来自己的余生 原来自己所谓的稳定 只值这么点钱而已 可就是这么点东西 让她不敢动 让她不愿意动 也让她一动不动 奶牛死了 人还活着 新的选择带来了新的人生 新的人生中有新的希望 只要头脑和双手还在 你会过上比一动不动 更好的人生 这个换算 起码在我的人生中 是值得的 回想自己创业的原因 其实我没毕业 就开始做公众号 后来接到广告以后 可以保证 每个月十几万的收入 家人跟我说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工资不用太高 就很完美了 向上走是一条很艰难的路 你要克服地心引力 往上攀爬 这个过程当中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原地不动却很简单 向下走则更迅速 我要忘掉自己已经有的 不管是那一个月 十几万块钱 还是自己考到的司法证书 我跟自己说 你需要从头开始 你需要去做一点 更厉害的事 所以我去创业了 我妈一直给我打电话讲说 为什么女孩子要这么折腾啊 以前你说你什么都没有 你要折腾 我能懂 现在你有的 已经比别人多多了 你还要折腾 家里的亲戚呢 也跟着一起劝 说 你把你的司法考试证书 找个律师事务所挂上 这样你还有一条后路 将来还能当律师 这个操作流程 我到现在都没能明白 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了 如果有了那头奶牛 我不知道自己 还有没有勇气往前走 而没有那头奶牛的人 只能无惧风雨地去拼命 人哪 放不下的那些 无非就是虚假的安全感 和虚荣心而已 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 养着你 让你既无法实现 自己的理想 也不会买不起 当即的流行品 一个体面的学历 包装着你 允许你还信用卡 和维持生计 甚至还能够给你 一些小小的愉悦感 虽然你并不满意现状 却渐渐地开始学着接受 虽然没有什么成就感 但是不至于到痛苦的境地 所以你就忍耐着 活过了这样的一生 这就是一个人 逐步变平庸的过程 你拥有的那些 正在毁掉你 我们需要把奶牛找到 然后杀掉 甜蜜点和能力圈 不懂的事情 一定不要做 前段时间 跟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吃饭 他呢 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子 小时候家里穷啊 初中辍学之后 在矿上找了一份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突然和别人 一起去新疆 做了矿产生意 其他一起去的人 因为各种原因 回到了家乡 只有他一个人 坚持在新疆 做了二十多年 直到公司上市 才携家带口地 返回了北京 好多人请教他生意经 他却经常说 我这辈子啊 什么都不会 就懂看矿 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只喜欢看矿 所以 我就只看矿 饭局结束后 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太多人不懂得 自己到底懂些什么 李小龙在文章当中 写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谓的有前途的事情 我们不一定要做 我妹妹 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中文系 从出校门 就一直待在出版行业 做了五六年 很多朋友都劝他 从出版行业跳出来吧 说这行啊 是日落西山 利润太薄了 但是没有谁 能够劝得动他 他说自己 就懂做书 现在他成为了一个 很厉害的编辑 在日落西山的出版行业 做的是风生水起 所以你看 在制定目标的时候 除了客观因素之外 我们会受到 主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会想 我喜欢吗 我擅长吗 我适合吗 球类术语当中 有一个名词 叫做甜蜜点 意思是 每一个球杆的杆头上 都有一个用于 基球的最佳落点 如果你挥杆很正 基球的时候 正中这个甜蜜点 你的球就会飞得很直 而且球速很快 如果接触的区域 离这个点很远 那么越远 能量损失也就越大 类比到人的身上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甜蜜点 离这个点越近 球就能够打得越远 花费的力气就越小 效果则会更好 而离这个点近的区域 就可以形成一个甜蜜圈 巴菲特曾经说过一个概念 叫做能力圈 和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这是一个对他而言 很重要的投资理念 巴菲特说 若干年后 你会开发出一种过滤器 我明白我所谓的能力圈 所以我就待在那个圈子里面 我不担心 那个圈子以外的东西 明确你玩的是什么 你在哪里 有优势 非常重要 这个圈子就是他的过滤器 他不会管这个圈子之外的事 他自己定义自己的游戏 自己定义自己的优势 所以他和他的朋友 查理芒格 就以不频繁交易 作为自己的投资特色 查理芒格甚至还说 我能有今天 靠的就是不去追逐 平庸的机会 没必要对着成千上万的公司 去考虑要不要投资 只需要正确评估几家公司 就可以了 总有一定比例的公司 是自己了解的 我后来看 关于巴菲特的纪录片的时候 对于他为什么会秉持 这样的投资理念 更有体会了 纪录片当中有一个镜头 可以看到 巴菲特办公室的墙上 贴着一位美国的棒球手的海报 这位棒球手 是波士顿红袜队的 基球手泰德·威廉斯 棒球之神泰德的基球理念 是这样的 他只打进入高分区的球 其他的球不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分区 这个社会上确实有一些区域 投入产出比更高 如果你能找到自己能力圈里 那些投入产出比高的机会 让这两个区域重合 那么你的人生 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成功 举一个例子 一个人特别擅长写作 但是传统媒体行业 显然不是投入产出比高的区域啊 相对来讲 新媒体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新媒体和写作二者重合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以给你带来收入的N倍递增 不懂的事 千万不要做 这个已经成为了 我现在做事的守则了 其实我之前也走过很多的弯路 我做过视频节目 浪费过几十万 这几十万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积蓄 我也做过网站 因为完全不懂技术 没有办法管理团队 浪费过一百多万 后来幸好我及时止损了 从此以后 我每每想要做不懂的事情 我都要求自己 弄懂了再开始 如果你想着通过合作来解决 找懂的人来替你做 那就等于把成功堵在了别人的身上 风险很大 如果找不到靠谱的人 那就是逢赌必输的命运 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地去碰运气 因为你这辈子挥起球杆的机会 本身就不多了 能够合理地避免错误 离成功才更近 错误本身不是问题 错误带来的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才是最致命的 以前我们总是鼓励别人 说要多尝试 多看一看 其实这些话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精力跟时间都有限 我还年轻 这句话 真的就是浪费年轻的一个最佳理由 多少人以年轻之名 做一些漫无目的的糊涂事 以追求之名 犯一些自以为是的错误 不怕你任性就怕你内心不够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意识 寻找和建设自己的能力圈 对于这个圈内的东西 你必须非常了解 擅长精通 这个圈子越大 你的世界就越大 这个圈子可以是基于能力方面的 假设你特别擅长经销 你可以做产品 也可以去做游戏 当然它可以是一个行业 假设你特别懂游戏 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做选择 当然道理大家可能都懂 但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了 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我们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长大的 学习了很多年 学英语 学数学 学物理 然后别人问你 你擅长什么 对不起 我好像什么都不会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有下面几种 首先 记录自己的成就感瞬间 我们很习惯反思错误 可是从小到大也没有人提醒过你 要去留意自己的成功 去记录自己的成就 通过记录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圈 我就是从多次记录当中 察觉到我在沟通方面是有特长的 每次老师 派我去沟通一件事情 我总能讲得比同学更清楚 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不会说话 但是想象是主观的 记录是客观的 你记录的痕迹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你的优势就在那 然后呢 是记录周围人的评价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某一方面特别好 但可能并非事实 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 结果被别人发现了 所以我都会很仔细地记录下别人对我的评价 听到不好的也不休闹 只是记下来 听到好的会说谢谢 然后记下来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足够诚恳 我还会追问一些细节 明确一下 自己到底是哪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我有一个朋友他做得很极致 他设计了一个匿名问卷发给我们 让我们来评价他 看到这个表格的时候 我在心里倒抽了一口凉气 一方面佩服他内心强大 要知道 大多数人是很害怕被评价的 仅仅听到别人马上要评价他 都会心跳加速 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 这句话 很多人的噩梦吧 敢于直面大多数人的评价 确确实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另一方面 我朋友的问卷设计得非常认真 并不单纯是评价社会交往这一方面的 也让大家说一说 他其他的长处和短处 这种评价的可参考性就很强 除此之外 确认自己的能力圈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基于现在已有的背景知识 和相对熟练的领域 继续去深挖 去研究 刻意地发展出一个能力圈 并且努力地扩大它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很重要 但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有时候更重要 你必须知道自己能力圈的边界在哪 这样你就能够知道 你面临的这个机会 到底在不在你的圈子里面 进而你才能够决定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 要不要挥杆 我们必须克制住随意挥杆的冲动 记得自己刚创业那会儿好多人都来找我 告诉我应该做这个 每一个建议都有理有据 有时候你会被眼前的短期利益所吸引 丢掉自己本来的优势 去各种不同的区域努力 干干这个 干干那个 最后只是积累了一些迎头威力 没有在任何一点上 有长足的发展和成长 我们还给自己灌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 说我这是多见识 多学习 其实是人为地把自己的成长线 从上升调成了上下浮动的模式 把自己未来的道路变得忌阻怯长 钻进去遇到困难 克服困难才能学习 最后除了明确自己的能力圈以外 还要敏锐地观察好机会的来临 否则你也会错失高分球 看好了一个行业机会 就从自己的能力圈出发 去找到一个切入点开始努力 不要吝啬自己的努力 全情投入最好 这个时候犹豫是愚蠢的 不肯付出是愚蠢的 害怕失败也是愚蠢的 找到自己的能力圈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相比周围的人来说 我的学习能力 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比较强的 有些技能我不会 但是我的能力可以转移 这些能力在许多领域都帮助过我 最终我把能力转移到了在线教育事业 去帮助他人学习 大概率是我终生都会围绕这一个甜蜜点 不断地挥出自己的球杆 正好在线学习逐渐形成了一种潮流 于是我的事业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 确实也获得了甜蜜的感受 在帮助更多人的时候 不仅得到了丰厚的物质回报 更让我摸索出使命感这三个字的秘密 记得那一次饭局结束的时候 我跟那位上市公司的老板说 我们不是一样有钱 但是有一点我和你一样成功 我们都甜蜜地活在了自己的能力圈里 为什么我说喜欢的事情不要选 年少时听过最大的谎言之一 就是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错误不是出在了选择这两个字上 而是出在了喜欢上 我们经常说 要做什么取决于你想要什么 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其实是把顺序给弄反了 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如果以这个作为行动的前提 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又要啰嗦一遍这件事了 中国式教育里缺乏兴趣发现这一环 所有业余活动都是以不耽误学习为准则的 因此导致业余活动成了负担 在学校里所学的常规内容 大多数人都没什么兴趣 谁会对被迫学习的东西感兴趣呢 更何况还要不停地去接受 正确答案很标准的这种考试 于是就导致了高中毕业之后 没有能力去选择专业 选了不够喜欢的专业就彻底迷茫了 对于未来找工作完全没谱 最后找了一份不怎么喜欢的工作 浑浑噩噩地去过了一生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每年我做线下分享的时候 现场观众里都会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作家 然而当我问他 你对作家的工作了解吗 具体的他呢也说不上来 只是会说会坚持自己的梦想 一个不了解的事情凭什么谈喜欢呢 但这就是存在于年轻人当中的一个怪现象 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理想职业的日常工作 我们喜欢的只是这份工作带来的财富和光环 为什么很多人说当作家 出道做明星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因为这些职业的曝光率很高 尤其是明星 每天光鲜亮丽的出现在新闻里 并且被人去追捧 而我们会把自己稍微了解的职业 当做自己喜欢的职业 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当作家 原因很简单 我喜欢看书 我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作家 其他的我并不了解 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更喜欢教育行业 学习是我的兴趣所在 对于怎么学习 如何快速成长 我一直有着浓烈的热爱 表达分享和影响他人 又是我的特长 最重要的是 这份工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拥有很强的价值感 能把兴趣 特长和成就感 结合在一起的工作 对我来说就是天选之路 而发现这条路 是我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做到的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选择了经济专业 因为那个时候家境贫困 最想解决的是经济问题 这个专业出来之后 能够确定的是薪水不错 但是整个大学期间 我却非常的迷茫 像一只眉头苍蝇一样乱撞 什么都去尝试 什么都敢做 一直到真的 给我撞出了一条路 从高中开始 我身上就闪现过类似的才能 我不仅喜欢自己努力 而且非常擅长激励他人 周围的朋友一旦失去了斗志 就会选择和我聊天充电 这个才能一直到 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舞台 才开始绽放出来 到现在 我对我的工作不只是喜爱 可以说是有一些敬畏 它不是兴趣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 而喜欢在我看来 反而是需要警惕的 为什么这么说 在我看来 谈起喜欢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下面这几件事 首先 喜欢绝对不是一时兴起 想学舞蹈 想学钢琴 想学书法 或者是我看了一个节目 看别人比赛唱歌 觉得自己也想学唱歌 这种一时兴起 想做的事情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很容易就放弃了 更何况我们随时有可能 有别的意识兴起 所以在制定目标的时候 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 去审视自己的兴趣 你应该学哪个专业 不是取决于你此时此刻的心理所想 而是取决于你最后想要做的职业 我们当下所做的每一个想或者不想的选择 其实都取决于最终想要过的生活 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没有兴趣学英语 但是我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外交官 可是英语又是外交官避讳的语言 所以我要为了我的梦想 去克服和忍耐一些东西 这跟自己的随心所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次不要把兴趣当成及时满足 看小说 看电视剧 吃 这些都是能够让人及时满足的 能够带来及时快乐的 所以有人问起 你的兴趣是什么 很多人就会回答说 我的兴趣是吃 的确 吃确实能够让你马上快乐 但是能够让你马上快乐的东西 也会让你非常容易厌倦 在游戏改变世界 这本书里面提到了 实际上人是喜欢艰难工作的 如果一件事情太过容易 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无聊 没有办法长期的投入其中 游戏就是这样一个艰难的工作 你会自愿去游戏里寻找任务 对抗敌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 游戏才有了长久的吸引力 你不然一下子就通关了 也就没什么好玩的了 最后不要在开始的时候 就对兴趣下定论 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要随便放弃 不要轻易地说没兴趣 大多数真正有意思的事情 都不能像吃一个冰淇淋那样 马上就产生快乐感 你一定要坚持 到成就感发生的时刻 再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兴趣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热情 是可以源于成就感和自信的 相比物理化学这样的学科 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对电视 文学音乐感兴趣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平时 最容易接触到的 最先了解到的 人在听歌这件事情上 是没有门槛的 而实际上你的兴趣 可能根本就不在音乐上 而是在物理化学或者编程上 但是由于后面这些学科门槛太高了 所以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就觉得难 便放弃了 那么你的兴趣就被忽略了 你的天分被埋没了 可是你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 喜欢和不喜欢这两个词 说的是自我感觉 所以我们总觉得自己最有资格说出口 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否定 因为每一次有人想和我们争论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喜欢是我的个人感受 我就是喜欢 但是喜欢这个词 真的不靠谱 每次我想要说不喜欢 而放弃的时候 我都问自己 是真的不喜欢 还是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呢 我允许自己放弃 但是不允许自己躲避 创业初期 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感兴趣 我不喜欢社交 连和员工打交道都觉得费劲 HR跟我说 袁姐 我觉得公司的人有点怕你 我说 其实我也很怕你们 我每天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工作 有一阵子我想 可能我更喜欢成为一个作家 漫画家 或者其他什么家 这种独立工作才是适合我的 我可以一个人 在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死 但是其实我觉得创业才更有意思 带着一群人去实现更大的可能 制定更大的目标 从无到有 从渺小到伟大 这样的工作方式 能让我活着的时候 完成更多更宏伟的事 即便是喜欢的事情里面 也藏着不喜欢的部分 等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应该不会用喜欢或者不喜欢这种词来形容此生 我会说 那就是我的命运 这比有些人挂在嘴上的喜欢可是靠谱多了 真正的喜欢并不容易被发现 应试教育不会给你答案 大学也不会给你答案 只有你自己去主动寻找 慢慢地去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结合自己的特长去摸索出一个自己愿意奉献终身的领域 这种稳定的喜欢才是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 刚刚这一节我们分享了 为什么我说喜欢的事情不要选 下一节的内容更加精彩 我们继续分享 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分享位置选择 你所在的位置决定你的价值 上中学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一幅图 一个小孩扛着铲子要挖井 挖了很多次 每次都是快要挖到水的时候就放弃了 于是他始终都挖不到水 这幅图告诉大家不要半途而废 否则什么都得不到 类似于这样的励志小故事还有很多 都是鼓励人坚持不懈的 小时候读起来觉得很受鼓舞 长大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原因在于这样的故事都是从执行层面说问题 没有考虑到策划和规划层面的问题 我们做成一件事情 首先要有一个目标 制定目标本身就需要很强的策略性 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目标都可以实现的 更准确的说目标与目标之间是有差别的 所以实现起来的难易程度并不相同 再加上我们每个人的优势也不一样 其次你需要去思考通往目标的途径 做事的方法有笨的有巧的 你选择的路径有通的有不通的 所以真的不是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最后才是执行层面的事情 当你确定好目标和路径之后 一定要及时开始并且彻底执行 这样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来说一说目标层面的问题 失败的原因除了不够坚持之外 有可能坚持的方向本身就是错的 还是拿这幅图来说 你看各处井水的深浅其实并不相同 如果真的去做金钱投资的话 大家肯定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往哪投资都一样 投哪个项目都行 只要坚持投资就行了 可是为什么在投资自己的时间跟精力的时候 就会相信只要坚持 在哪努力都一样呢 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所以必须去思考 怎么分配这些时间跟精力 往哪个方向去投资这些时间跟精力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矿产分布图 有些地方矿多 有些地方矿少 有些地方矿产藏得深 有些地方藏得浅 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 在不同的位置挖掘 收获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很容易受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局限 不去看周围 也不去看趋势 更不会拿这种地图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自己 我们做事很容易 只着远于自己所在的那个点 但其实每个人所在的点并不相同 你投入一个月 跟别人投入一个月的产出是不一样的 一个月都不一样 那么十年之后呢 人和人之间的发展会出现更大的差别 那个时候就只能感叹 是命不一样了 我们再来看一幅图 房价分布图 东南沿海的房子 跟西北地区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房价跟东北也不一样 市区的房价跟郊区的不一样 城市的跟农村的就更不一样了 是房子本身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未必有 比如我在农村建一栋二层小楼 可能比城市一百平方的房子 还要舒服 高档 豪华 但是我盖房子花的钱 在城市只能买十平方米 为什么城市的房子贵啊 因为城市的房子享受了时代福利 跟位置福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 城市交通方便 集中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所以大家往城市跑 以离开农村为终生的奋斗目标 所以城市的房子就贵啊 对一套房子来说 决定它价值的除了盖房子的物料之外 最重要的因素反而是它的站位 换成人也是一个道理 同样能力 同样学历的人 他们最后的发展不同 也跟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我之前查过阿里巴巴著名的 十八罗汉的来历 随便找出一个啊 咱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有一位叫蒋方 这个人呢 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阿里 那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因为上过马云的英语课 所以相识了 他的能力 未必比那些留学回来的名牌大学生要强 但是如今的蒋方 已经成为了新闻标题里 那个马云手下著名的亿万女富豪了 这样的人 职业发展是叠加在企业行业的发展上的 下面有一幅图给大家展示 很清晰很直观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时候 除了修炼好自身的能力和技能之外 还要选好自己所在的位置 让你的努力 跟你所在位置的发展趋势叠加在一起 就可以加速你的成长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想眼前 或者单纯考虑一个因素 比如到手的薪资 很多人喜欢说那种所谓的爽话 比如别跟我谈理想 你就告诉我给我多少钱 除了钱其他都是虚的 所以他们就会把钱当成唯一的标准 实际上这是一种懒惰而且愚蠢的做法 从心理学上来讲 人会有决策疲劳 意思是当一个人做了太多次选择 或者经历了过于复杂的决策之后 就会懒于权衡 他们就会拿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 作为最后选择的依据 比如两件衣服的质量和款式各有千秋 比较来比较去没有头绪 最后就拍板了 买那件价格低的 以此来降低选择的难度 那些不喜欢想太多 只看钱的人大概都是同类心理 薪水高低是最简单的不费脑的标准 可是目前能够拿到的薪水 相比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发展来说 有时候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在制定目标和选择道路的时候 只看眼前和只看眼下 就是典型的点状思维 点状思维将来是不是能够成功 只能看运气 或者他的努力已经夸张到 不管他在哪都可以成功 怎么来克服这种点状思维呢 首先要学会纵向思考 分析一下自己所在的区域 行业 企业跟职位 在历史上是什么样子 现在是什么样子 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有没有发展更好的对标对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符合趋势 是不是处在一个 投入产出比比较高的位置上 我之前读书的时候 就看到过这样一个分析 说是在1900年左右 企业的领导者 一般都有制造或者生产的背景 因为那时候企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是解决生产和工程的问题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 CEO大多来自于营销和销售部门 那个时候对企业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卖出更多的产品 从20世纪60年代起 CEO开始具有财务背景 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 股东利益很重要 公司需要跟金融界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关系 公司需要融资 借债 上市 并购等等 由此可见 某个部门的重要程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 如果你想当CEO 除了要具备相应的能力之外 还要选对部门 这样成功的概率会更高 其次可以横向思考 我能选择的其他行业公司职位 跟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公司职位相比 有没有收入差距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 然后呢 就是立体思考 先定一个时间点 比如过去十年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发展 跟我能够选择的其他职位的发展 有什么区别 既考虑了自己所在点上的时间变化 也考虑了同一个时间点上 不同位置的区别 从横向 纵向 立体方向思考 就可以破除那种 点状思考的局限 让你在选择方向的时候 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点 而是看到了薪水后面的职位 职位后面的企业 企业后面的行业 行业后面的城市 城市后面的国家 当然可能想破脑袋 以我们目前的见识和智慧 都没有办法在2000年的时候想到阿里巴巴 未来会发展的这么好 可是拥有这种思考的意识 有两个好处 首先就是对于变化和新机会更敏感 因为你不会孤立的 只看自己现在的这个点 你会抬头看 还会左右看 其次就是可以抵挡短期快速效益 带来的诱惑 选择会更加理性 当我们懂得长线 跟立体的思考之后 就不会对当前的短暂变化恐慌 或者因为急功近利 做出一些盲目的选择 工作干得好好的 发现微商很挣钱 立马辞职干微商 过了一段时间 又觉得微商好像不行了 马上去追更热的区块链 最后一无所获 我很喜欢在笔记里 写未来十年 我的工作会变成什么样子 平时遇到的相关信息 我还会补充到相关的笔记当中 并且我还会建议 我的朋友们也这样做 有一个朋友做了以后跟我说 圆圆 如果你不提醒我 我都没发现 我自己原来一直都在 自己都不看好的行业里发展 行业衰落 水越来越深了 而我还在勤奋地挥着自己的铲子 有时候怎么努力都没有结果 或许稍微挪动一下位置 事情就对了 你所在的位置 也能决定你的价值 刚刚这一节我们分享了 位置选择 你所在的位置决定你的价值 下一节的内容更加精彩 我们继续分享